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的Safari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下 Leica的Safari 不是Bowser的Safari Safari 其實Safari 可以解釋了 獵棋版本 基本上是一種綠色 草綠色 配搭紅色的字 白色 銀色 作為主色 首先要介紹Safari的由來 當初在60年代 其實那時候是不叫Safari 叫Oliver Green 一個橄欖綠色 那時候是有M2 M3 兩部機 到了1977年 就有了Safari 命名的出現 那時候是 R機的年代 一部R3 配搭了不同的鏡頭 由最闊的28 2.8 然後配上標準鏡 52 然後再配上大光圈的51.4 而長焦 方面 就是有一支184光圈的鏡頭 到再後期一點 就有M6的出現 M6的Safari 但是顏色配搭 就真的好說個人的口味 喜歡不喜歡 它是一個深淺顏色的綠色 之後出現了很少量的MP的版本 MP菲林機的Safari 到了數碼年代 又有M8 那時候又有M8的出現 就有第一部的數碼Safari的出現 那一部就是M8.2的Safari版本 再之後去到240的年代 一個CMOS的數碼年代 那時候就出了一部MP240 同樣都是低調 沒有Logo 但是很有個性的一個組合 配搭了一支352光圈的AS-Page鏡頭 同樣都是銀色 配搭了Safari特別的綠色 之後再去到M10的年代 就出了這部M10P 同樣都是低調Safari獨有的顏色 配搭了銀色的按鈕 按手位 以及鏡頭上的紅色字和白色字 它低調有性格得來 是很奪目的 這個M10P的版本 一共出了1500部的相機 再配搭不同組合的鏡頭 有不同的數量的生產 譬如說這支52 就出產了500G 真的不多 50mm二光圈 其實都很常用的一個焦距 這個鏡頭 既然這麼常用 重量方面也是不高的 250g 不是重的 至於產量方面 只有500G 光學成像方面 這支鏡頭是一個球面的設計 氣氛是不錯的 亦都是因為近代coating設計 其實球面鏡 做出來的色彩和鮮艷度 都很足夠的 至於鏡頭方面的組合 有這支Wide Angle 282 光圈 它這支鏡頭 跟普通版本是有些不同的 普通版本是一個金屬套 扭下去的 而這個你會見到比較細小一點 就是用一個標軒套的設計 一扭上來就可以了 還可以鎖緊 就不怕跌下去 收起來的時候 也是很細小的 變成像現在這樣 去一些郊野的地方 戶外的地方的時候 輕便細小 其實真的很有幫助 這支鏡頭 雖然體積比之前那支52 感覺上是細小一點 你會覺得它會輕一點的 重量比剛剛那支少少的 就280g 相對來說 其實一支鏡頭280g 就一點都不算重的 這支鏡頭是一支廣角鏡 再加上本身是ASPH的設計 變成拍攝大風景的時候 就非常之好 就算是全開光圈的時候 它的銳利度也是很高的 這支鏡頭的特色就是 銳利得來又細緻的 至於產量方面 就是因為這個28mm 其實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常用的 就有500g的產量 然後就是這支長焦距的鏡頭 這支鏡頭是一個90mm A Pro的鏡頭 它的光圈是二光圈 同樣也是一個 建造庫 非常方便 可以拉上來 吸收下去 就可以縮小 減少體積 有APO和ASPH的光學設計 拍攝出來的東西 就是銳利 細緻 但是不失真 這支鏡頭 大支了 長了 當然 在重量方面 都會多一點 這支鏡頭的重量 是500g 因為長焦距 需求相對來說 會小一點 這支其實真的很少 只有250g 全球發行250g 好像現在一套 一部機 一支52光圈的鏡頭 一支28 2.0的鏡頭 再加一支92.0的鏡頭 其實 找到隨便一樣 並不困難 如果是儲齊一部機 三支鏡頭 要儲齊一套的話 其實難度也挺高的 如果你當初全新的時候 錯過了 買不到這一套的話 現在機會來了 大家把握機會了 可能這支鏡頭 在這支鏡頭出現之前 就已經賣了 說了這麼多 可能你會覺得 這支鏡頭 其實都是花拳秀退 他們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幾支鏡頭 他們拍出來 大致上的效果是怎樣 那些鏡頭 買一支鏡頭 來搬上隔 一支到鏡頭 拿著鏡頭 抱貼 一支鏡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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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